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12月16日星期五 马斯克公布了推特文件第六集 揭开了联邦调查局与推特的真实关系 根据曝光的文件 推特更像是深层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 严重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秀战案 而联邦调查局随后发表的声明更让人惊掉下巴 12月16日 独立记者马特泰比撰写了推特文件第六部分 聚焦联邦调查局与推特之间的关系 他们之间的亲密、持续和普遍性的关系 超出了人们的想象 网络有人比喻说是主子与鹰犬的关系 从公布的文件内容看 推特与FBI的亲密关系 就好像是中共的党中央和CCTV的关系 网络有句顺口溜 大家都很熟悉 说 我是党的一条狗 蹲在党的大门口 党叫咬谁就咬谁 叫咬几口咬几口 仅在2020年1月至2022年11月期间 联邦调查局与推特前信任和安全主管罗斯之间 就有超过150封电子邮件往来 其中有一些是平淡无奇的问候 比如推特总部旧金山的FBI特工艾尔维斯成 祝贺罗斯新年快乐 同时提醒罗斯下周参加FBI与推特的季度电话会议 尽管平淡无奇 但从这些问候中可以看出 FBI与推特之间的熟悉而亲密的关系 而其他的一些往来邮件则是FBI要求推特 提供与现行调查有关的推特用户信息 这位埃尔维斯成在不久前还被传唤到 密苏里州总检察长的调查中作证 涉及联邦政府官员如何与大科技社交媒体公司 合伙审查言论 包括压制亨特笔记本电脑的故事 以及有关新冠肺炎的信息等 马斯克公开这些推特文件 无意中为密苏里州这个调查提供了新的证据 而让记者泰比感到惊讶的是 联邦大查局的大量请求是要求推特 对选举的错误信息采取行动 甚至涉及低粉丝账户的选举笑话推文 在2016年大选后 联邦大查局成立了以社交媒体为重点的工作队 英文简称为FTIF 这个工作队的人数膨胀到80名特工 他们还与推特通讯 以确定涉嫌外国影响和各种选举的篡改行为 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 2016年川普当小为美国总统 让不少人感到吃惊 FBI的这个动作是否意味着 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颠覆川普的行动呢 太比发推说 联邦调查局没有追捕儿童性侵犯者或恐怖分子 而是让特工其中很多人去分析和大量举报社交媒体贴子 但这不是作为任何刑事调查的工作 而是作为一种永久性的自我终结的监视行动 人们不应该对此感到满意 实际上不只是联邦调查局 其他联邦情报机构也参与了对推特的影响 还有国土安全部 该部与安全承包商和智囊团合作 向推特施压 要求其调节内容 本来 政府为各自目的分析大量数据 从追踪恐怖嫌疑人 到进行经济预测 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但是推特文件显示了一些新的东西 比如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等机构 经常通过多个路口 向推特发送社交媒体内容 这些内容已经预先标记为要求审查 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像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这样的机构 是自己做内部标记的工作呢 还是把它外包了 一位前情报官员说 你必须向我证明 在政府内部你可以做任何种类的大规模数据 或人工智能搜索 泰比的推文说 这是一个尚未回答的问题 外界不清楚政府内部能否做到这一点 假如政府做不到的话 那FBI和国土安全部 从后门发送给推特要求审查的社媒内容 又从何而来呢 这是尚无答案的问题 然而 泰比列举了一些例子 体现了FBI和推特之间是主资和英权般的关系 有两封旧金山FBI发给推特的信 一共要求推特审查两个账户 泰比在描述中 突出的其中两个账户 看起来是在开玩笑 一个是右翼的账户 一个是倾向民主党的账户 以此嘲讽FBI连开玩笑的推特都要审查 记者发出了这两个账户 被审查推文的突变 不过 对于FBI讲到的其他一些账户的内容 泰比就没有公开出来 但泰比把两幅FBI写给推特的信 都以图片的格式发出 从中可以窥见FBI审查选举言论 2022年11月10日 FBI写给推特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说 联邦调查局旧金山翻举通知里 下列账户可能违反推特的服务条款 希望采取行动 其中一个账户在2022年11月8日 凌晨2点多发推说 美国人今天投票 民主党人你在9号星期三投票 显然这是在嘲讽民主党选举猫腻 当然 泰比的重点是在谈 FBI与推特之间的主仆关系 推特员工在收到FBI的邮件通知后 马上开始寻找理由 把FBI提到的账户 做了管制升级处理 然后还向FBI汇报了处理情况 再有一个例子是 2022年11月5日 在FBI的一封内部邮件中 负责汇编和发送投诉的联邦调查局 国家选举指挥所 向旧金山外地办事处 发送了一长串 可能需要采取额外行动的账户名单 旧金山的FBI特工程 把这封名单传给了推特朋友 并要求推特把处理情况及时通知FBI 推特随后也回复了他们采取的行动清单 在FBI提供的这长串推特账户中 有些被永久取消 个别被暂停 有几个账户在推特回复FBI时 没有提及如何处理 当中包括最引人注目的电影明星 鲍德温和右翼网络媒体RSP Network 不清楚为什么 FBI把鲍德温也列入了审查名单 记者泰比没有提及这点 但他抓到FBI的行动请求 经常是关于Defense的推特账户 这些账户的影响力有限 理由是他们在传播选举的错误信息 在这几推特文件中 最能说明推特内部 有多重视与联邦机构往来的 莫过与推特法律执行官 斯塔西亚·卡迪尔 写给上司吉姆·贝克的工作汇报 这个吉姆·贝克也称詹姆斯·贝克 之前是FBI的法律总顾问 2018年5月从FBI辞职 上周因为压制推特文件发布 而被马斯克炒了鱿鱼 卡迪尔这封信 是在2020年9月16号写的 当年大选之前两个月 这封信很长 内容很具体 我们概述一下它的主要内容 那么多联邦机构 参与社美平台审查选举言论 卡迪尔写道 这是我今天 9月16号星期三 完成的与选举有关的工作总结 政府与行业同步 卡迪尔参加了推特与联邦调查局 司法部 国土安全部 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和业界同行 就选举威胁 举行了每个月90分钟的会议 这个例行会议 即将改为每周举行 有几个项目需要注意 包括外国对手 正在扩大国内行为者提出的主题 以破坏选举的合法性 美国政府特别提到了邮寄投票 卡迪尔写道 我明确询问 政府与业界分享机密信息 或其他相关信息的能力 是否有任何障碍 联邦调查局坚称 不存在信息共享的障碍 记者泰比也写到了这一点 说卡迪尔这句话 强调了联邦调查局和推特之间 独特的大家庭范围 还有哪家公司 能让联邦调查局 轻率的同意 对机密信息不设障碍呢 鉴于推特和FBI 如此亲密合作 当纽约邮报 在10月份报道亨特电脑门丑闻时 立即被推特压制 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如卡迪尔信中提到的 除了FBI还有其他联邦机构 参与了言论审查 记者泰比也写道 有推特员工 根据来自国土安全部等机构的证据 建议禁止内容 此外 州政府也标进了内容 推特那时川普在2020年10月份 发的一条推文 点名加州雇用一个民主党机构 来点票并收购选票 这对加州共和党人不公平 并呼吁律师开始行动 此外 斯坦福的选举诚信项目EIP 报道了一段视频 明显是根据互联网安全中心CIS的信息来制作的 人们一听CIS 很容易把它缓销为CISA 其实这完全是两回事 CIS是国土安全部的承包商 而CISA是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 但CISA知情政策中心 记者泰比总结说 这些推文给了人们一个启示 大多数人认为的生存政府 实际上是国家机构 私人承包商 和有时是国家资助的 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纠结合作 联邦调查局 和联邦政府的其他部门 与推特之间有许多互动 他们聚在一起 串通什么是允许说的 什么是不允许报道的 政府机构实际上是在社媒平台 开辟了后方通道审查言论 这可能是公众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政府机构还与私人承包商 和所谓的非政府组织合作 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总统选举 这些机构中 联邦调查局最为突出 看起来就是在为一个政党工作 推特文件曝光后 联邦调查局星期五晚上 通过福克斯新闻发表了一份声明 说联邦调查局经常与私营部门实体接触 以提供已确定的 外国恶意影响者的颠覆性 未宣布的隐蔽的或犯罪活动的具体信息 私营部门实体 在联邦调查局通知他们之后 独立决定在他们的平台上 和为他们的客户采取什么行动 如果有的话 这显然是一个傲慢的声明 显示了他们对美国公众权利的完全蔑视 人们不禁要问 被推特封杀的数千个保守派账户中 有多少个是在颠覆政府的犯罪活动呢? 而且FBI颠倒黑白将自己的命令轻描淡写的说成是提供信息 社交媒体可以独立做出决定 从曝光的推特文件看 这显然不是事实 乔纳森特利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教授 律师兼作家 他对此评论说 我希望人们在很大程度上任人同意 虽然第一修正案适用于政府 但也适用于政府的代理人 因此 如果联邦调查局使用代理 使用像推特这样的代理 这任人是审查制度 这任人是对第一修正案的违反 有意思的是 与马斯克类似 记者马特泰比也是一名自由派人士 他自嘲说 被华盛顿邮报暂时标记为保守派记者 这说明 自由派中 其实也有不少用常识思考的人 而联邦调查局的做法 相信大多数美国人 不分左右都不会认可 因为压制言论的行为 明显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 好 谢谢大家的支持 祝大家周末愉快 我们下期再见